北卡罗莱纳州最大城市夏洛特今天凌晨发生枪击案 已有多名枪手射击其中 警方证实事件中至少有两人死亡12人受伤 其中有5人是因为有民众驾车荒逃时撞伤他们 事发于夏洛特北部的BD福特路 今天凌晨左右警方接报有汽车撞倒行人 到场之后发现有数百人聚集在街上举行即兴派对 警方起初在社交网站指 事件中有一人当场死亡另有多人中枪 但是夏洛特的梅克伦堡副警察局长詹宁斯 其后更正消息称有两人死亡 詹宁斯表示有证据表明有多名枪手 但是截止当地时间22日的上午还没有人被拘留 目前尚不清楚12名受伤住院人员的状况 最高法院日前驳回川普政府寻求废除 又年离美暂缓遣返计划DACA 但是国土安全部表示 川普政府决定于未来半年之内废除该计划 另据报 川普周一将宣布各种工作签证的新限制 预料将影响计划在美就业的约24万人 最高法院上周四驳回川普政府寻求废除DACA 意味可向65万名年幼时非法入境人士提供法律保障 川普其后表明将再提交废除DACA的方案 国土安全部署理部长沃尔夫周日表示 最高法院的决定没有反映DACA的合法性 认为他们单纯不喜欢川普政府所用的论据以及程序 政府会向国会寻求永久废除DACA 但在此之前仍会为相关签证序期 另外川普上周六受访时表示 他周日或者周一将宣布各项工作签证的新限制 但计划不会影响已经在美工作的特定人士 又称在不同工作签证类别的新规定中 会有非常少数的例外情况 美国的工作签证类别包括针对高技能人士的HEB签证 适用于跨国企业内部主管轮调的L1签证 非农业临时工的H2B签证等 外界料新限制将影响数以十万计的申请者 上周六晚上八点 总统川普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 举行他三个月来的首场竞选集会 宣称已经下令政府官员放慢病毒检测速度 以免确诊病例增加太多 他还以功夫感冒称呼新冠肺炎 再度将疫情和中国挂钩 川普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演说中宣称 他的防疫政策拯救了许多人 但是媒体都不给他该有的肯定 川普说他已经告诉政府官员 放慢病毒检测速度 因为检测是个双刃刀 美国检测了2500万人 坏处就是当你检测了这么多人 就会找到比较多感染者和病例 所以我对我的人说 拜托把检测速度放慢 另外川普在竞选集会上 再次以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功夫病毒 来称呼新冠病毒 这是川普首次使用功夫感冒 来称呼新冠肺炎 他之前则称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 被批评种族歧视 CNN报道称 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川普将它称为中国病毒 引发一些争议 但是在全球反种族偏见的当下 川普这次戏谑地称 功夫流感实在是没有必要的 种族主义称谓 包括佛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 新增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感染者数量打破记录 而且年轻人在感染者中占比越来越大 政府官员表示 这些地区的病例之所以增加 一方面在于隔离不利 另一方面也在于病毒检测数量增加 佛里达州州长发出警告称 20多岁和30多岁的病毒检测呈阳性人士 占比越来越高 他们大多无症状 佛里达上周六单日新增4049例 创下最高记录 该州逐渐重新开放 参加病毒检测的人也越来越多 乔治亚州最大医院的首席医疗官 Robert Jason博士告诉当地媒体 他发现20多岁和30多岁左右的患者越来越多 南卡罗莱纳州的官员警告说 30岁以下确诊的人数越来越多 当地卫生部门的一位官员表示 这个情况说明 南卡罗莱纳州的年轻人 没把保持社交距离当回事 上周五 全美单日确诊病例达到31600例 5月以来第一次突破了3万例 创下了最高记录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可能会迅速更新关于口罩使用的指导建议 疾控中心建议美国人 离家时要戴好口罩 或者至少在人群密集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之下 戴好口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